它是地球上最大的路上动物 体长可达8米 体重更是可以达到惊人的14000斤 轻易就可以搬动几吨重的木骨 但奇怪的是 每年10到12月份 这些大象就会准时出现在公路上 逼停附近来往的汽车 而它们这么做的木骨 竟然只是为了拦路打劫 谁要是敢过去 看着我脚底里裹皮了吗 而且普通的蔬菜和水果 大象根本不买账 如果有司机想要硬撞 大象可不会惯着它们的坏男人 不交购过路费今天就别想离开 而且这些大象还非常聪明 它们会专挑这种几十吨重的货车大街 司机想要顺利通过 只能乖乖停下让大象薅够羊毛 不过这些大象也并不贪心 只要吃到这种能让它们开心的食物 就会马上放行 原来公路附近就是一片很大的甘蔗地 而在我国甘蔗主产地广西 像这种黑皮甘蔗甚至能超过三米 每年到了甘蔗成熟的季节 村长就会用600元一天的价格 召集同村的村民帮忙抢收各家的甘蔗 而且每一根甘蔗都必须砍两刀 因为甘蔗寓意着长长久久不高盛 此刻留下吉祥如意 一定能顺风顺水心想事 随后工人会以15根为一捆进行打包 别看这些甘蔗轻飘飘的 其实每一捆都有五六十斤的重量 而这些农民每天都要来回搬运上百趟 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这种体力活 这些甘蔗在被运回附近的工厂后 首先会被高压清洗机冲洗干净 然后直接送入榨汁机榨成甘蔗汁 之后再经过一系列过滤和灭菌处理 甘蔗汁就可以在无军车间进行冠状了 而且像这样一瓶瓶不加水不加高科技 只用纯物里压榨的NFC先榨甘蔗汁 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里面只有甘蔗 没有添加任何香精色骨和防腐剂 开罐之后就可以直接饮 现在冬季很容易干燥 如果在吃完火锅后来上一瓶甘蔗汁 真的是相当解渴润喉 重要的是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喝 左下角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喜欢甘蔗汁的朋友不要错